它实际上就是你要先画两个圆 那这几个圆都分别在不同的那个面上面 那透过一条这个线 这个线是利用这个所谓的匀形线画出来 当然如果你不一定要匀形线 你可以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弧也可以 只要是一个路径就可以了 让它可以这样跑 那你画完之后特别注意 这个部分呢 在这个圆是在我们直接在东南灯角上面画就可以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 你就画两个东南灯角上面的圆 然后呢 再到那个我们这边应该是在另外四角 是在那个右四角上面画 可能应该是前四角上面画 画完之后的话 再画这个圆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点问题 画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有点挑战性 因为在不一样的面上面 你要把它全部兜在一起 还真的有点难度 不过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个 首先的话你先把你的那个UCS 先把它 就是先调整到世界的UCS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到这边 先画一个圆 那圆的大小 大概十左右 那这个圆大概二十 这个圆大概二十 给个大概值就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画这个匀形线 对不对 那请各位切到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前四角 前四角 前四角在这里 OK 切过来 切过来之后的话呢 因为图太多了 有点混乱 应该看得到 就这一个嘛 对这个是十 这个是二十 那我在这边呢 利用云形线 云形线有点不太听指挥哦 你们可以看一下 建立一条什么 它有点像是这个这个 illustrator里面 那个叫什么线 那个也是一样点 只是说它没有办法去控制它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点 这个点的方式的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云形线 首先的话呢 记得你 起点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圆的中心点 好 然后把它点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会 它会出现 不过你这个时候呢 等一下 这个再一次 UCS又跑掉了 再一次 UCS OK 再把它调整一下 把它调整到世界 再一次